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今天第三者推介 現在晚上10點9個字 豬仔拍完這條影片 都是要下班了 真的有點累 喉嚨聲帶也有點累 因為說話太多 很多錶迷來拿錶 1978年的天梳 PRX這個學營就誕生了 其實天梳的PRX真的出得很好 你看到這隻是一隻石英錶 豬仔之前介紹過很多不同類型的PRX 有chronograph 有35M 有金色 有銀色 有40M 豬仔今天介紹一隻比較划算 用來操帶適合 就是35M的石英錶 綠色的錶盤 這隻錶 豬仔有個錶迷訂錯了 很搞笑 他自己截圖給我看 就說訂這一隻 那我報了價錢給他 他覺得很順 那就馬上訂購 給了我訂金 然後呢 這隻手錶 其實一直放在例子角店 很久了 為什麼呢 那個錶迷很好笑 就是原來來到之後 他說 這隻錶為什麼 是不是機械錶 我說是石英錶 這隻錶 他說 我想訂機械 我說機械那隻是 不是這個 然後他說 那不要緊 那個訂金當我虧了 我搞錯了 那你即時幫我訂一隻 再在我面前 立刻訂一隻 這個機械錶 來到拿貨的時候 才知道他自己搞錯了 所以呢 如果跟豬仔訂錶的錶迷 通常我現在都會小心點 CAP定圖 跟他講清楚 究竟你訂的那一隻 是不是你心目中想的那一隻 那好了 所以就有這隻錶出現了 在我手上 再介紹給大家 以一個極準的優惠價錢 等我放了它 10個巴克的防水 即100米的防水 天梭的PRX 石英錶 都用上了瑞士機芯 都是瑞士製造的 用了371的電池 大概三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一個ETA的石英機芯 先拉近一點的鏡頭 那你做了這個 綠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時分針加上黑度上面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的 那日力槍呢 就擺在這個三點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一隻正裝標 六點位置寫著了SWISMAY 好了 標觀上面呢 跟機械其實是一樣的 殼型都是一樣的 只是薄身一點 機械就會厚身一點 石英就會薄身一點 上面都有T字的logo 標觀上面都是 好了 標殼位置呢 他都採用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和圓球邊位置都做了光身 標腳位置做了靈角切角 沒有耳蓋的一個 一體化色的錶帶 好了 那圓邊的位置呢 你看到他 旁邊做了拉絲 中間隔了韓光身 同樣有層次感 石英都是 好了 那錶帶方面 做了一條都是 跟機械一樣的 一條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又闊到窄的 另外呢 就沒有微調位了 因為他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球 做了蝴蝶式的保險錶球 上面呢 有一顆和半顆調教 好了 上面都有Tinso的logo 按鈕 打開先 做了一個厚橋 做了一個厚橋 看到厚橋 好了 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上面呢 就寫著了 Tinso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就不是花座 又有塊膠袋 Sephy 藍寶石玻璃錶面 這個WaterResist 做了100米的防水 都寫著100米防水 好了 也同樣 跟機械一樣有塊拆扣的 其實呢 有很多錶迷 最近都買了PRX這個學營 透過朱仔的介紹 說到錶帶 其實淘寶 我試過幫錶迷 換一條膠錶帶 他在淘寶買的 換上去剛剛好 也很適合 其實呢 如果換一條膠錶帶 有不同的換味 還有我上淘寶看過 也挺便宜的 100元有交易 連寄到來香港也是 好了 這個綠色的放射 是聖民錶盤的PRX35M的食鷹錶 大概三四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整個錶都用上了316L不受鋼外殼 至於重量方面 多重 看看 全球兩年補的 有釣牌 原裝盒 有收據 98.8g 比較輕 8.8g 至於直徑方面 35M的標徑 讀一讀給大家看 是 屬於細標徑 但是今年 潮流都是輕35 35M到39 40M左右 潮流都是 好了 9.7mm的厚度 脫脫脫就有39 試試戴上豬仔14.8g 試試手腕 戴上去的手腕很好 很貼服的 其實天梳的PRX 我手勢的標迷 其實戴35M的標徑 其實都很漂亮 很貼手的 講到這裡 豬仔真是累了 因為今天真的很多標迷來拿標 超瞬價究竟多少錢呢 外面建議零售價 這隻石英錶 是2950元 本身的建議零售價 都不貴 但是由於標迷訂錯了 他就虧了頂金 所以 第一隻 即我手上一隻 超瞬價 2068 2068 如果再訂購的 就2168 2168 35M的天梳 綠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非常划算 你買一隻 精工的石英錶也要千多元 如果有藍寶石的話 這隻是瑞士製造的天梳 還有全球兩年補的國際寶紅卡 有原裝盒的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我讚好 朱仔 朱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其實也挺帥 綠色的放射性文錶盤 最後 讓大家看看夜光 這隻天梳的POX 真的不錯 如果你到這裡 還未擁有第一隻天梳POX 真的不妨試一下 趁著這麼划算的價錢 時分針加上黑度 都是帶有夜光的 都清晰的 都容易看的 希望你喜歡 今天第三條影片的推介 心動的你 馬上行動吧 我們下集見 拜拜